江苏工地出土西汉古墓 意外发现四千多件兵马俑 难不成这是在模仿秦始皇 墓入身穿金绿玉衣 身躺精美玉冠 他究竟是什么人 为何会这么豪华地下葬 点个关注 就让小姬带你揭开 狮子山大幕之谜 一个在平常不过的星期天中午 江苏省徐州市狮子山的几个孩子出门玩耍 当他们路过一个施工地时 突然不知道是谁 踢到了一个圆滚滚的东西 几个孩子好奇地凑了过去 捡起来后发现 这东西有鼻子有眼的模样非常奇特 惊惊一看 他们手中的居然是一个 用泥土烧制成的小人头 这个消息一传十 十传百 很快就在这个小山村中传开了 虽然村民并不懂这些东西 但他们知道 这背后觉得没有那么简单 孙志书感觉到此事重大 他急忙上报了有关部门 考古专家到场后 急忙开始清理现场 不出所料的是 专家陆陆续续发现了十个小人头 而且这些小人头还有着身体 这分明就是一个个外形向人的陶涌 一个小小的施工地居居然发现了这么多的陶涌 而且大部分的陶涌已经裸露在外 徐州市文管部门紧急调来了考古人员 进行抢救性发掘 经过两个多月的勘察 他们一共在地下发现了五个永坑 其中有三个为大型永坑 初步猜测 每个永坑里至少上千个陶涌 另外两个永坑虽小 但五座永坑依旧发现了四千多个陶涌 这个数量的陶涌 放眼到全国也是数一数二的 这个规模的陶涌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难不成是在模仿秦始皇的兵马涌 退去表层的几土后 一个个精致的小人涌就展现在人民眼中 陶涌一共分为两种 分别为立式和坐式 立式涌的高度达到48厘米 坐式涌的只有25厘米 这些陶涌和秦涌有着天壤之别 每一个兵马涌都与真人大小差不多 不论是从表情 服饰或者是发饰上来看 秦涌才更贴切真人 但眼前的陶涌的兵种相似 几乎都是一个模子筑出来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些小型的人形陶涌代表了一种严谨的等级划分 这些配套齐全的陶涌 并不是普通老百姓可以使用的 古代一般只有皇帝或者贵族下葬时才能使用 迄今为止 我国也就发现了两座兵马涌坑 一个就是西安的秦涌 另一个就是陕西咸阳发现的杨家湾兵马涌 经过鉴定 这些陶涌来自的年代属于西汉 而徐州自古以来就没葬过任何一位皇帝 但在西汉时 徐州却是西汉的诸侯国 楚国的都城 徐州一共楚国十二位流星的楚王 历史上只有楚国时期才有这样的实力建造陶涌坑 那么陶涌坑会不会就是这十二位楚王中的一个呢 考古专家王凯在观察兵马涌时 也发现了一些异样 兵马涌的过于凌乱 每一种相同兵种的兵马涌都应该同一放置 但陶涌坑中的兵马涌却随意放置 这在注重礼书的古代 是要冒杀头之罪的 能出现这种的只有一种情况 那就是兵马涌下葬过于仓促 可究竟什么导致下葬的这么急忙呢 2000年前必定发生了什么大事 这件事很可能就和墓珠有关 陶涌的疑问王凯暂时还不能解开 但陶涌坑已经被发现了 那么接下来就可以寻找主墓了 王凯发现虽然陶涌的面朝方向都不一样 但大多数的陶涌都面向西方 当年专家之所以能够找到秦始皇陵 就是因为秦勇都是面向西面的 秦勇的背后就是秦始皇陵 根据这个推断 专家锁定了狮子山的主风 可王凯到了狮子山就傻眼了 狮子山下全是岩石 洛阳产无法派上用场 只能用最笨的办法进行勘探 但是王凯却一点也没有灰心 他相信自己能够找到 只不过的是他没想到这一找 居然找了六年 王凯这六年间 一直都在狮子山附近转悠 附近的村民都认识他了 也都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 有的人会给他提供线索 但更多的人是防备着王凯 直到一名老人说 自己的祖辈在狮子山下 挖了一个红鼠窖 这个细节让王凯捕到了 狮子山下大多都是岩石 能挖到红鼠窖的地方 地下肯定都是泥土 那么地下有墓葬的几率就会很大 于是王凯急忙找到了红鼠窖的位置 高高高高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